美國總統拜登每日高峰會上 高喊要軍事捍衛台灣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 惡度看似承諾 美國將動用軍力保衛台灣 事隔不到一天 美國國防部長這麼說 奧斯丁重申 一法三公報 六保證是基礎 與路透社援引白宮匿名官員的說法一致 彭博明指拜登不是失言 國關專家也認為 絕非不小心脫口而出 而是臺海戰略框架維持模糊 但戰術上已經明顯轉向清晰 專家認為種種改變其實有跡可循 包括從去年以來 美日美韓峰會 四方安全會談 G7峰會的聯合聲明 通通都把臺海安全納入其中 或是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公開提倡 臺灣應該加入聯合國體系 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秘立 在國會中表達美軍可保衛臺灣 美國打破戰略模糊二分法 轉為建設性清晰 專家也提醒美中台關係 產生質變之際 不該過度解讀美國防衛承諾 而是肩負自我防衛責任 才能在美中對抗中站穩腳步 進行理解周成為報導